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议的结果已经出来了 就是布林肯 大家一致同意一点 就是加沙停火将使哈马斯重新集结 重新武装 就是意思 不能停火 并且一致同意 是吧 加沙的未来是没有哈马斯的 就是哈马斯必须得结束 加哈马斯控制加沙的现状 不能再继续下去 这就是和阿拉伯国家一致认可的 并且与阿拉伯国家共同讨论了 如何为两国解决方案制定更好的道路 是吧 所以啊 就是 所以你看 这布林肯下去 去的目的是啥 不是商量停火的 是商量 怎么说服阿拉伯国家 是吧 不去停火 继续打 直到把哈马斯彻底消灭 尼尔先生 你怎么看这件事 的确啊 其实沙烏地阿拉伯这些国家 他本身来讲 藉由这个所谓丰富的石油资源 光靠石油就可以 卖石油就可以赚得盆满钵满 那可是问题是 他们真正的所谓的整个国家这个体制呢 还是维持了这个相当 传统回教的一个制度啊 就是所谓的国王啊 这王子啊 所以说事实上 他们本身这个所谓的一个 决策底系呢 是一个金字塔的一个结构啊 那只要说你能够搞定这些所谓的王公贵族啊 这些王子们呢 我相信他本身来讲 一定是对这个所谓的本身要消除哈马斯 是没有任何恶化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本身来讲 他们其实日子过好端端的 他们其实不太愿意去 加入这些所谓的尾巴的这个冲突啊 那更不愿意因为 可能长期被伊朗这些所谓的裹挟啊 所以事实上他们就像路德所说的 积怨已深啊 所以事实上其实这个所谓的 这个美国呢 事实上过去那边 其实只是做出一些 最基本的这些所谓的一个判断啊 加上现在本身来讲 加沙这里的局势已经十分的溅去明朗啊 我相信这沙烏地亚阿拉伯国家 他们也 他们也可以很清楚的判断到底是哪边才会赢呢 所以说其实即便现在伊朗呢 喊的这些所谓的嗓子都哑了 可能我相信沙烏地亚阿拉伯这些国家 这些所谓的 非常爱好自己的这些钱财跟生命价值的 这些王子王公贵族们 他们一定想要极力去摆脱这些所谓的 以前被威胁的这些所谓的手段 所以说事实上美国只要给出一个 所谓的合理的而且合法的一个手段 跟未来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保证的话 我相信其实呢 这个所谓的沙烏地亚阿拉伯这些国家呢 一定事实上不太可能会再站在伊朗那边 这我想这都是十分清楚的 而目前这个态势呢 看出来就是其实美国已经给出了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方案 我相信美国在这方面 以色列跟美国已经做出了一个应对的政策 那这个就是可以让我们继续等着看 好还给路德 所以你看这个沙特阿拉伯 就是这些阿拉伯的这些国家 是吧 都知道 他们其实核心的是要啥 是要美国给他们保证 保证啥 就是灭了哈马斯 不会导致这些国家 这什么王子啊 国王啊 别被灭了就行了 只要有这个保证 他们就说我们就同意 灭死 所以这 我告诉你 这都是这里头 就是一些 这些都是一些小伎俩 因为他们很担心啊 这个战争外溢 外溢到最终啊 然后这些难民跑到他们国家 或者是美国趁机 把这些给收拾了 是吧 以色列趁机 把这些阿拉伯国家都收拾了 说白了 所以你看这就是 你看这些之前都是打口炮 我们一直说过 阿拉伯这些国家 动不动谴责以色列 这个 都是打打口炮而已 说白了 他们根本 第一 不敢 对于这个伊朗 他们是怕 真的吧 是怕 说白了 现在 肯定 林肯 把这个底牌告诉他们了 你们不用怕 一起 说白了 把伊朗给灭了 不就得了吗 是不是 他们就是伊朗 自从伊拉克 伊拉克当时也是威胁他们 是吧 要挟他们 当时要挟 科威特给一百亿美金 一百八十亿美金 科威特说 一百八十亿给 可以 但是能不能留个十亿美金 等过段时间再给 等你做到了以后再给 他说不行 第二天就打了 一百八十亿就中间差十亿美金 这就是一样的那些 我跟你说 在那个中东地区 这些 阿拉伯 伊朗 是吧 包括巴勒斯坦 这些都是互相之间 谁拳头大 谁他们就吃别人 他们就说白了 地下的油 别以为好像 什么他付的流油 说白了 都是拿钱 去买安全 买和平 所以那里为什么这么乱 就是说白了 就是有钱 如果哪天石油没了 你看中东会不会乱 一点都不会乱 为啥 没人去盯着那块 富的流油的地方了 为什么乱 就是因为那里都是 啥有钱 并且关键那些钱来得太容易了 啥都不用干 所以呢 别的人他就眼红 说白了 所以就你 是吧 你过得这么舒服 别人就开始 搞这种 所谓的民兵 搞圣战组织 所谓的大以色列 大以色列都是假的 就是用大以 所谓的灭以色列的名义 组建自己的这种 说白了就是恐怖组织 然后来去要挟这些人 搞钱 你说那些 哈马斯特偷偷的钱 都从哪来的 都是这些 每个月交保护费 进贡 上来的吗 牛先生 分享一下 你怎么看 的确啊 因为本身来讲 这个在沙烏地拉伯 这从以前 不管是那个回教啊 或者是说 我们讲的更早一点 那些不管什么 你说这个千古文明啊 那些所谓的 在统治这些 所谓的欧亚这些 两边包括土耳其 俄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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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字军东征这些 所谓过往的历史啊 事实上这个 所谓的整个中东地区啊 这个 这个 沙烏地阿拉伯半岛这些 这周围 周围的这些国家 事实上 他们以前就是在 以沙漠为他们的居住地嘛 都是游牧民族啊 那本身来讲 他们这里 好不容易等到 这一个世纪 世纪呢 可以靠卖石油为生呢 他们谁会去管 那个真正的国家大事啊 每天吃饱喝足的就是 呃 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酒跟女人嘛 那他们日子过那么好的时候 而且又这么喜欢炫富的时候 他们哪 哪有这些心思去去搞这些什么 哦 跟你斗心斗角啊 然后这 统治要统治哪里又怎样啊 所以说 其实本身来讲 这个整个地区呢 这个 都是一些比较能 应该说 这些王公贵族 这些国王 这些王子们 他们只图 他们现在眼前的利益 自己跟这个所谓的享乐啊 他们其实是不会去 去去想这么多 一定要去哦 以色列怎样又怎样 不然其实以色列本身来讲 他就他当初把这块土地买下来以后 在这里建国了 如果说这真的这么 他们这些回教国家 真的这么样的 这所谓的一个圣战的 这么样的一个 所谓的真主阿拉 一定是正确的话 他们应该事实上 早就把以色列灭掉了 而不是这样子 拖了二三十年 还是让以色列好端端的活在那里 所以说 即便他们心里有再怎么不愿意 的问题是 以色列建国是一个事实 那即便他们有认为说 跟以色列格格不入的地方 可是人家实力强 所以说其实这些王公贵族 也就是求个苟且偷安而已 那本身来讲 被这些所谓以色列 以前可能是还有伊拉克 所以说你看像科威特 科威特他本身来讲 也是饱受伊拉克跟伊朗的威胁 那现在刚好 如果美国又可以把伊朗这个事情 做一次的通盘的解决的话 我相信这些 少地阿博这些周边国家 一定是拍手叫好 只是说他们本身来讲 他们本身就不够统结了 所以才有这么多这个所谓的中祖国 还有这么多这个什么这个帮那个派的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来讲 美国可以不用 即便在第四天以后 可以不用在这里所谓设法 要去设立什么民主国家 搞什么那些都不用 他们现在只要给给他们一个承诺 就是说以后你们还是自治 你们想要搞出什么样的一个国家 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情 可是伊朗这件事情 这个所谓的这个哈马斯这件事情一定是会被解决的 包括像黎巴嫩 现在所谓的这个巴勒斯坦这些问题都会一并解决 所以说其实最重要就是美国提出的这个保证呢 我相信是实现的 这才是最重要的重点 好 还给路德 好 所以啊 布林肯过去 这个战火将会继续 所以这个 大家看啊 所以这所有的谣言那都是已经被熄灭了 美国外交上他怎么做 其实 你根据美军的这个部署就知道 是不是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谣言 就泽连斯基啊 今天啊 专门站出来否认 说有一个谣言啊 说什么 这个欧盟和美国正在向乌克兰施压 要求其预计 俄罗斯谈判啊 这是 说NBC报道的啊 NBC报道的说 美国和欧盟官员说谈判 是吧 考虑和俄罗斯啊 和解 是吧 接受俄罗斯条款 泽连斯基今天说啊 我不知道这句话从何而来 也不知道是谁写的 每个人都知道我的态度 以及乌克兰社会对此的看法 我们多次说起在拉姆斯坦 我们据称被说服去做某事 但事实并非如此 不会发生啊 说吧 这都是谣言啊 泽连斯基专门站出来啊 否认这个谣言 你怎么看啊 丁耀先生 的确啊 因为现在本身 本身来讲啊 现在因为乌克兰跟俄罗斯 这个所谓战火 已经持续 你看 从原本俄罗斯打算 三天解决俄罗斯 解决乌克兰 到现在已经拖将近一块 一年半到两年了 那这时间里面 其实最没有面觉的是谁 当然是普丁啊 所以说其实不管是俄罗斯 他在怎么努力 在乌克兰这个战局上 他始终陷入了一个泥道 那其实最重要的 现在不管是在美国这边 或者说在西方社会里面 中俄 中国跟俄罗斯 一定想尽办法去破坏 这个所谓的 那个乌克兰后面的援助嘛 那事实上当然是 尽量放这些假消息出来 是最好 那事实上我觉得 不管是现在 是否美国在对乌克兰的 这个军援上 是否有做出这个所谓 在参众议院有做出 不一样的一个裁决 可是事实上 军援还是有军援到 只是说有可能是 针对这些所谓的戏目 该去做一个 详细的一个审计啊 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合法 合情合理的 那其实乌克兰本身来讲 他现在战争的 持续的这个拓展啊 我觉得其实 他或许有遇到一些瓶颈 可是我相信绝对不会是 绝对不会是 那个所谓的 被俄罗斯贡献了 或怎么样 我相信如果说 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中俄一定会大肆地宣传 他们又赢麻了 又怎么样了 所以可是事实上没有嘛 所以说我觉得 其实现在本身来讲 乌克兰在他本身 这个战局里面 也相当具有一个 主导的控盘地位啊 那只是说 为了要去所谓的 转移注意力呢 那借由这些所谓的 亲共或亲恶媒体 去放出这些假的消息 是 是事所难免的 而且我相信 这个本身来讲 其实泽伦斯基 站出来这个 所谓的一个 厘清这些所谓谣言 是必须的 而且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 就是说本身来讲 这其实说不定 不要去中了 这所谓的中俄 转移注意力的一个 一个圈套 那这才是应该西方 目前这个所谓 美国跟这些 北约还有以色列 更应该要去详细 注意的地方 OK好 还给路德 好 所以泽伦斯基 站出来否认 然后我们 再看 这个 今天 这个黎巴嫩 发射了一枚 比较大型的 火箭弹 重型弹的 叫布尔坎火箭 黎巴嫩官方 证实了 首次使用 布尔坎火箭弹的报道 这火箭弹挺大的 这个这是什么呢 这是 布尔坎 是伊朗 制造的 是野门胡塞武装 使用的一种 移动短程弹道导弹 它与飞毛推导弹 系列有关 很大 这个 它的装弹量比较大 这个是据称 是 这个 伊朗 在 这个飞毛推导弹的基础上 进行的改装 改装的 野门改装的 飞毛推导弹 射程 更远 伊朗 也改装了 然后这是 黎巴嫩 就是这个 真如党 向以色列 发射了这样的火箭弹 这些火箭在 阿拉伯术语城中 称为火山 此前曾被真如党 和叙利亚政武军 用来摧毁 叙利亚反对派 武装的防御攻势 他们只是 真如党武器库中 击中火箭之一 这里有他的 发射的视频 看啊 挺大的啊 所以 你看这些 就是真如党 实际上 还在暗中偷袭中 是吧 以色列 能 让他 天天这样骚扰吗 一定会 一定会 未来收拾真如党 因为 这个 内塔尼亚胡 已经说了 真如党 现在所做的 这些 所有的啊 未来 都会给他 找回来的 现在 终点是夹杀 夹杀完以后 就会收拾真如党 你怎么看啊 刘先生 我印象中 好像录的 上个礼拜 才刚揭露 就是说 美国的一个核弹 最新的核弹呢 它是可以 可以缩小 它的本身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 装 这个体积啊 而且让轰炸机 去一个 这个 这个佩戴啊 那本身来讲 如果说本身 美国它现在的技术 已经可以做到 这个核弹 这个所谓的 缩小化 那你看一下 这个哈马斯 不管是珍珠党 他们这些 所谓的飞弹导弹 体积还是这么样 一个庞大 事实上 我觉得那个 就是所谓的 技术的一个断差 那这个所谓的 隔了好几代的 一个技术 那如果说 它现在只是拿出来 就是绣绣肌肉而已 可是本身来讲 它也只能作为 它在这个所谓的威胁 它自己本身的 这所谓的一个 哈马斯本身里面的一个百姓 或者是说 这个所谓的叙利亚 跟那个什么 我们那个黎巴嫩 这些所谓的 他们本身里面的一个 所谓的 始终的这个粉丝 或者说拥戴者 那其实事实上 对于整整个这个 所有西方世界 是造成不了任何的威胁的 因为本身来讲 这个东西体积 体积这么庞大 甚至于很容易被精确的 就瞄准一下就摧毁了 所以说我不觉得这个本身 它去对以色列来讲 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威吓的效果 那其实现在战事走到现在 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本身来讲 你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 在实质上的一个 所谓实力战胜 这个所谓的对方的话 那你看就是会出现 这个所谓哈马斯 他们这些 在加撒这些领导者 不管是军事的 或者是说政治的 拼命要想要往外逃的一个情况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实力的悬殊 那其实这个 即便他在怎么宣传 我觉得都是无用功 好 换给路德 好 是的 这个就是 在北边 珍珠党这里 一直在不断的 战火 没有停 最后我们再看看 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 今天发布了一个推 在国际水域 他们举行了一个 无人机 无人水面舰艇 杀伤力和作战能力的演习 10月23号就做的 但是 是 但是啊 这两天给他发出来了 这样一个视频 是吧 这个 可以识别和瞄准 模拟敌方部队 在海上 他做了一个这样的演习 这视频看完以后 让人觉得 美国的这个科技 太牛了 在海上居然可以 做到这样精准的打击 他的整个的打击的目标 非常 可以说是很小 30厘米左右的 一个这样的红色的目标 这就是啊 这就是啊 科技 是不是 科技实力 这种 啊 这个 这就是 你看以色列 美国 是吧 什么什么 人肉炸弹 啊 他们啊 就是玩这种 炮灰韭菜啊 玩这种啊 铜墙铁壁的 他必然 最终是失败 为什么 他没有任何的科技能力 没有任何 升级的能力 未来的战争是啥 打的就是科技 打的就是装备 因为他们还用那种 飞毛腿的那种土质的啊 那种火箭 有啥用啊 说白了 啊 最终 必然数 好 咱们这期啊 最新的 报道就给大家带来 谢谢 尼尔先生 谢谢 各位观众观看 再见